這個十二帝之中的 他的成組排列 十二帝之下的成組排列 十二帝之排列的第一組是 櫻母虛 和火 這是羊 第二組是生子塵 和水 尾羊 一戰曲 四 猶 蟲 和金 唯一 在哪裡 嗨 那這 就是我們在論這個叫做 地支的三合 地支的三合 就是三組 互為貴人 這三組互為貴人 那要同時三合出現的時候才有意義 同時三合出現的時候才有意義 也比較難 也比較難 那地支三合合出火局 就是表示這三合 這三組他是一起的 隱月 五月跟虛月他是一起的 是隱年生 五年生 跟虛年生他是一起的 互為貴人 那這個又代表的是 春跟夏 雲秋秋冬場的一個秘密 就是我們 我們是以農曆魂 以農曆魂 所以非常重視春夏秋冬的分布 那這個就是春天的第一個月 春天的第一個月 配夏天的第二個月 跟秋天 這一組就叫 春跟夏雨跟秋收 就是這樣 那合出來是火局 所以他是非常明亮的一種屬性 所以當一個人的八字 他出現了這一種 雲五虛三合火的時候 他給人家的個性 就是變成屬火的特質 屬火的特質 那這個時候就會想說 好像在打架 就是天干之中 他是屬什麼屬性 地支中他有什麼屬性 月令他代表什麼屬性 然後地支合出來又有火局 所以到底八字要怎麼論 那這個 對我們來說就是一個很大的困擾 那對於我們在學習的人來而言 他也是一個問號 就是 到底是賈乙丙丁物極跟新人鬼 那我們 吳老師會客是跟大家報告 就是 十天干之屬性 代表是一個人外在的特質 十二地支之月令 代表一個人內在的特質 那合出來的這些神 所代表的是 參與生客的變化 就是你這個神 這個甲木 這個乙木 這個冰火的強度 會強到什麼樣的程度 身邊會有哪一些貴人 他跟我們六親是有關係的 他是六親是有關係的 所以我們這個 地支六合 地支六害 地支六蔥 我們會花時間講 但是這個三合呢 我們就是用作介紹的 就是 銀五虛和火 這屬於羊 生有虛和水 這屬於羊 四有醜和金 屬於陰 呃 亥 卯衛和木 屬於陰 這種特質 那我們抓住他們第一個月 他們第一個月呢 叫做 陰 生 四 亥 這三條形呢 就代表那 或者是我們稱為叫做義馬 就是這個呢 是屬於農曆的第一個月 每一個人農曆的第一個月 春天農曆第一個月 秋天農曆第一個月 夏天農曆第一個月 冬天農曆第一個月 就用這樣的方式 來判斷義馬 所以呢 你的生命之中的義馬 如果很多 如果你生命之中義馬很多 一個義馬的人 一個義馬的人呢 表示積極好動 樂觀行不住 容易有車觀 八字出現兩隻義馬 就是一輩子出現車觀跟邪光 一定會開刀一次 就是隱身四海 隨便哪一隻碰撞在一起 就會產生意外跟邪光 那當然流年就會發生啊 我如果是隱月生的人 或是隱年生的人 當同時遇到生年生月的時候 那不就義馬出現兩隻了嗎 所以一輩子必見邪光 一定有邪光之災 那沒有義馬的人 就是他的八字四字 四個字 裡面通通沒有隱身四海 這叫沒有義馬的人 這樣子的人呢 適合從事內行的工作 沖盡心教入 類似家庭主婦 一隻腳好像被怎麼綁住 出不去 那破竭之道呢 是什麼 就是買一台車 就有一馬了 兩隻腳 馬有四隻腳 馬有四隻腳 車子就有四隻腳 代替你前進 代替你前進 好 一匹義馬的人呢 掀不住 走不了太遠 只能在家裡面附近行走而已 好動不安寧 兩匹義馬的人 討厭束縛 駐車官好動 願意往外跑 非常適合從事業務的工作 三匹義馬呢 多車官 一高 人膽大 也表示蠟燭兩頭燒 就是一個人呢 分身法術 非常適合從事 旅遊業 非常適合 旅遊業 或者是呢 從事國外經濟 交易貿易的行業 那四匹義馬的人 反而沒有目標 多學少成 多學少成 一生呢 比較沒有較大的成就 車官較重 屁股很尖 坐在人家那裡呢 不用15分鐘就會跑掉 坐不住啦 坐不住 喜歡四處奔波 卻不知道自己在忙些什麼 這個是屬於四匹義馬的一個 四匹義馬的一個 好 那第二個呢 我們來講這個 這個花 這個花呢 是很多人喜歡的 就畫一個圈圈 那又叫桃花 桃花呢 是這個 神煞之中的一種說法 桃花有分成 活桃花 死桃花 桃花酒 桃花刃 翻牆桃花 喬念桃花 招手桃花 閒池桃花 紅燕煞 等等的這種桃花 那我們基本上 我們只講一種桃花 只講一種桃花 就是 就是 這個 引五虛生人 就是你的年柱 是引五虛生的人 那他的桃花呢 就是 引的下一個字 就是什麼 引的下一個字就是什麼 所以引五虛人見馬 像今年呢 是屬於什麼年 今年是屬於鬼茅年 所以引五虛生的人 都是叫做桃花年 所以呢 引五虛的人都會有桃花 風流運勢的問題 在今年 在今年 那這種桃花呢 是屬於叫賢詞桃花 一夜情 就是 這個 今天三明太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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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屬於這個 賢詞桃花的一種特質 就是 這個 風流運勢 所以引五虛的人 就要注意 或是要特別留意今年 可能有結婚的問題 可能有結婚的好處 那這個 這個 四有醜和的人呢 就是看四的下一個月 四有醜和生的人 四有醜和生的人 四有醜年生的人 就看四的下一個月 就是五月 五月 五就是他的桃花 五就是他的桃花 再來呢 生子成年生的人呢 他的桃花呢 就在生的下一個月 就是有月 就是有年 有月 害某未年生的人 就看他這個 害的下一個月 害的下一個月 就是這個 子月 他桃花就代子 他桃花就代子 這種叫做賢詞桃花 我們在批發字和婚的時候呢 蠻準的 蠻準確的 就是叫做 這個桃花心動 桃花心動 有風流運勢一夜情 那真正要結婚呢 還需要紅蘭心動 天啟心道 這個呢 我們在後續 在批發字的時候 會特別跟大家做講解 什麼叫天啟心 什麼叫紅蘭心 那才可以判斷 真正的人 是不是我愛對人 這個愛不到人比較常識 這個桃花非常注意 我們手上呢 有很多這個 離婚離不成的案例 當然有很多想要離婚 但是呢 被我們這個挽救的狀況 就是因為我們提早抓到了 抓猴 提早抓刀 然後讓這個對方呢 這個無所遁形 不管外遇還是出軌 最後都可以這樣 浪子回頭親不患 是這樣子的 是這樣子的 那最後一組呢 這一組我特別喜歡 這個人 一輩子一定要有的 就是叫做褲 我們用正方形來 來做為這個 我最喜歡的 這叫做褲 那這個褲呢 又叫財庫 有的是真實的財庫 有的時候呢 只是過度財神 有時候只是過度財神 所以呢 這個 這個褲 這個褲呢 就有分 這個褲就有分 一個褲兩個褲 三個褲 八字沒有褲的人 就是要自產 沒什麼好說的 他就是需要自產 那通常 通常都不願意買房子 或者是沒有錢可以買房子 你說哎呀 吳老師講那麼簡單喔 買房子什麼容易 現在可以貸款 現在可以貸款 方法是人想出來的 方法是人想出來的 所以八字沒有褲的人 八字沒有褲的人 就是錢沒地方裝 財來財去 錢財守不住 散財同志 如果你是他的朋友非常好 因為他的錢財可能都在你身上 就是八字沒有褲的人 那一個褲 一個褲呢 會很節儉 但是他會節儉他自己 慷慨別人 因為褲很容易要褲衝 你看喔 這個程序蟲也很容易要褲衝 隨便一個褲來衝 他的褲就破掉了 就是這個 可以裝錢的地方只有一個 可以裝錢的地方只有一個 他的這個褲頭裡面 只有裝一點錢 拎出來之後 不是全部都跑出來嗎 財意肉白 所以一個褲的人 是對自己很節儉 慷慨別人 這個一個褲也很危險 一個褲也很危險 那兩個褲呢 這兩個褲最佳了齁 但是呢 不可以是 這個同樣的兩個褲齁 例如說 陽褲對陽褲 陰褲對陰褲 例如說八字有 成之人不可以見褲 有虛之人不能見成 有醜的人不能見味 有畏的人不能見醜 這個就是不行 這就是不行 因為會遇到褲衝跟褲破 有褲比沒褲還嚴重 有褲比沒褲還嚴重 一個月賺十萬花150萬 那可是永遠都在負債 而且這個負的太過分 而且這個負的太過分 如果知道破解的人 知道破解的人這樣是沒有關係的 就是我可以賺十萬花150萬 那沒有關係啊 貸款嘛 可以貸款 這個都是 先知先覺為人師 或有之後覺為人徒 不知不覺為人奴 你完全都不知道 這個自己命中所長的樣子 你就是人家的徒弟 就是人家的徒弟 不然就是人家的奴隸 替人家打工賺錢一輩子 是這樣子 好 那八字圖有四庫俱全 什麼叫四庫俱全的 不是八字圖有四個庫 是他的八字裡面的 乘虛仇衛 四個庫同時出現 那這個有可能流年的時候遇到 那這個有可能大運的時候遇到 同時四個字都出現 叫四庫俱全 叫做財太過 有孕時如皇帝命 無孕時如乞丐命 像這個 明朝皇帝朱鴻女 朱元璋他就是了 在沒有走孕之前 他是屬於這個乞丐 朱賴頭 那他走孕之後呢 就變成了這個豬重八皇帝命 就變成這個皇帝命 洪武 洪武皇帝 這是屬於這個 四庫 四庫俱全的人 那這樣子的人呢 他其實不是擔心賺不賺錢的問題 而是他了解他賺錢的方法 他要賺錢的方法 那四庫的人呢 也表示行客重 行客非常重 六親五遠 六親五遠 像書院章看 殺盡天下功臣 最後這個馬王后死掉 他就孤獨的老去 孤獨的死去 所以呢 庫太多也不行 庫太少也不行 全平一心如何使用 全平一心如何使用 那在我們洋宅之中呢 也有一些是屬於庫的位置 那我們先 這個在洋宅的部分呢 比較少 很難跟大家來補充 我們先講一個部分 先講一個部分 先講一個部分